比赛已经开始了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腾讯体育给各位带来的 2023赛季中超联赛的直播 中超第19轮 南通之云在主场对阵苍州雄狮的比赛 两名中场中路是8号林创一和19号朱可夫 来看看球断下之后直接打一脚远射 我们聊巴尔德一对二 起船中刀进去 蒙松外围有平抽的机会 刚才的一系列进攻啊 这是第一次顶出来之后呢 外围是汪松 这脚球打的质量是真高啊 高乌苏到进去里 顺势打满 球进了 上半场比赛22分钟 阿乌苏连停代射 之前的九轮比赛有五个进球 其实这个慢动作如果再拉长一点的话 我们能看到洛卡迪亚是第一个跑的人 他跑上去把整个防线往回带 也就造成了阿乌苏的二次向前插上 是不越位的 先抡出去 但是很快球又回到了 巴尔德脚下起船中 卡斯蒂列的头脚顶偏了 现在能动作员除了在两边陆起船中之外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这次巴尔德再起船中 二点莫雷拉脱 射门下来之后有折线 弹地之后出了底线 没办法完全提速 直赛球给到奥斯卡 晃过了学庆号 小角度打 还在他脚下再来一脚 被刘伟挡出底线 向左路分 巴尔德 内切在走外线 过来了 小角度打 罗马利奥巴尔德 个人能力 造交尽球 反动作再来看 莫雷拉脱 他在左路的进攻的 刚开始吸引了两名防守队员 在接下来 今天罗马利奥巴尔德 面对朴士豪 站的优势太大了 这一次是生吃啊 太凶狠了 接下来的射门呢 是打在了 郑海木的手上 有折射 反弹入网 打身后 罗卡迪亚小角度打 刚刚丢球之后 苍州雄士在上半场 捕食阶段再次超出 仍然是一次简单的配合 仍然是一次轻松的射门 但是这次进球的 换成了洛卡迪亚 在现场 主持人还没有完成 和球迷的互动之前 中场休息过后呢 苍州雄士在控球的时候 变得从容了很多 但这一次直接选择 打身后 奥斯卡 打门第一时间被扑出 一场乱战 二点再打 球进可是越位棋 还是举了起来 下朴士豪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镜头转过来的时候呢 球已经在 南投追云的球网里了 来看啊 这个确实是有效比赛 球虽然打进呢 但是沈云豪 吹了一个 奥乌苏在突破时候的手球 南投之云 对于 罗门里奥巴尔德的依赖 会更重一些 很多的进攻 要他自己来打 现在 苍州雄士的反击 又来奥斯卡 突破到进区 小角度打 雪清浩 站得还是很稳的 会有限制 但是一球领先 并不保险 最后时刻还得要指望他 来给球队稳定局面 先来看奥斯卡 已经到进区了 扣回来 后点 洛卡迪亚 左脚打 中间有一段时间 他还在打的 那个时候 伤还没有好 而现在我们要看看 南投之云的反击 来到禁区 阮阳 给回来 卡斯滴略 停球 转身 非常漂亮 奥斯卡 远端时刻 里奇在插上 吸引了两个人的防守 走外线 拼速度 在禁区里摔倒 站起来继续盘带 洛卡迪亚也回来 左脚打 又变现 长传到禁区 后点 赶紧把球带回禁区 能够用手接球了 卡斯滴略倒在禁区里 但是沈银豪 示意站起来 没有问题 确实刚才的那次 对抗是很难吹点球的 而就在 少普良大脚把球 开出的时候 沈银豪吹向了 选场比赛结束的哨音